富士康造车有多卑微 2015年马斯克公开说 汽车不是手机 富士康造不了电动车 2018年时 特斯拉的汽车工程主管也嘲讽富士康说 富士康就是利用体力劳动来实现规模效应 这种模式可以为苹果生产产品 但是无法适应更复杂的特斯拉 当时富士康还十分硬气 郭台铭多次说道 汽车就是有四个轮子的手机 富士康能造手机就能造出汽车 这句话从字面的意思就是在回应马斯克的质疑的 结果2022年时 富士康就服软了 他们的董事长刘洋伟 在发布会上直接表白特斯拉 希望他们可以为特斯拉代工 为了引起特斯拉的关注 还将自家的几款车型取名为 Model B Model C Model D Model T等等代号 很明显就是在碰瓷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可一点都不惯着他 他们一直在谋划自己的超级工厂 就是没有考虑过代工的模式 富士康的热脸贴了冷屁股 这还不是最惨的 富士康造车的计划是一次次受阻 他们在2005年就入局了汽车产链 2015年时就找人合作造车 2020年更是亲自驾场 还搞了一个电动车平台MIH联盟 邀请了2000多家企业加入 并且声称要做汽车界的安卓 那声势搞得是轰轰烈烈 结果自家的汽车一直没量产 MIH平台也是不温不火 能不能生产还不知道 代工对象几乎没有大型车企 富士康造车道路可谓是异常坎坷 对于富士康能否造车的争议 丝毫不亚于富士康能否离开中国 更关键的是 他们与比亚迪的较量从手机一路打到了电动汽车 但如今 比亚迪已经能和特斯拉摆手腕了 而富士康却还在为给谁造车而发愁 那么问题来了 富士康为何要造车 又是如何失败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很多人对富士康的印象就是苹果的代工厂 但其实富士康在汽车上的布局非常早 比现在的造车新势力为小李还要早得多 2004年时 富士康就收购了台湾安卓电业公司 安卓是全球第四大汽车林族建厂 旗下有非常多的产品 其中汽车线数是最出名的 他们的客户有大众 日产 福特等汽车巨头 富士康收购安卓 就是要借助他们的渠道和产品 进军汽车供应链 在安卓之后 富士康又布局了其他汽车配件业务 比如电动车上非常重要的电池和中共屏幕等 2010年 富士康成为特斯拉的供应商 为特斯拉提供触摸屏面板 连接器等电子连接 富士康由果系供应商 扩展到特息供应商 2013年 富士康汽车产链再进一步 相继成为奔驰 宝马等巨头的合作伙伴 为他们供应车赛娱乐的电子设备 可以说在汽车产业上 富士康不仅做得早 而且做得是一帆风顺 如果按照这种轨迹发展下去 以富士康的赚大速度 他们也许会逐步成长为 汽车产链的大型供应商 一切的转折发生在2013年 当年 中国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宣告中国新能源汽车 从产业规划正式落地 新能源汽车变革的速度加快了 很多有眼观的创业者 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潜力 资本也开始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 次年 蔚来 小鹏 理想相继成立 就连苹果公司都悄悄成立了泰坦计划 准备进军新能源汽车 而特斯拉更是成为科技的宠儿 被称为改变行业的领导者 新能源汽车一夜之间火爆全球 作为苹果代工厂 富士康自然要紧跟苹果的布局 于是他们瞄准了整车制造 准备正式进军造车业 2014年 富士康就联合北汽 成立了一家电动汽车租赁公司 绿狗租车 它的模式是模仿当时非常火的 共享单车模式 由北汽提供车辆 两者共同建立租赁平台 消费者在平台上就可以预约汽车 可惜的是 绿狗生不逢时 他们刚刚成立时 中国就调整了汽车补贴政策 导致两家对绿狗的投入成本大大增加 再加上那时候电动汽车的续航短 很多消费者并不愿意去尝试 最终在亏了千万后 北极被迫出售股权 富士康首次造车就以失败而告终 2015年 马斯克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 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 汽车比手机复杂得多 你不能去找富士康这样的工厂 说给我造辆车吧 这句话让富士康感到非常的不爽 于是他们开始了第二次造车尝试 当年7月份 富士康联合腾讯以及和谐汽车 成立了和谐富腾投资集团 总投资10亿人民币 并且他们还挖来了众多汽车经理人团队 其中包括 英菲尼迪中国区总经理戴雷 沃尔沃中国区CEO富强 原宝马I8项目的负责人毕福康 这几个都是汽车界有名的精英 由他们来主导企业的发展 可以弥补和谐富腾造车经验缺少的问题 所以和谐富腾成立的时候也是轰动一时 外界对于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 有些人甚至认为 他们才是未来新能源汽车界的扛把子 这句话翻到现在听 可能有点牛皮吹大的意思 不过在新能源汽车刚刚起步时 他们的底子还算是比较厚的 这三家企业里 很多人对富士康和腾讯都比较熟悉 但是和谐汽车能排在富腾的前面 自然也不是无名之辈 他们是当时国内第二大豪车经销商 旗下有全国众多的经销网点 可以解决和谐富腾销路的问题 富士康就不用说了 他本身就是全球代工巨头 最擅长的就是 利用机密模具等手段控制成本 再加上他们已经在汽车产业链上 积累了十年了 对于汽车供应链非常了解 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各大汽车巨头的认可 由富士康负责 智能电动车的整体设计与生产代工 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还有腾讯 虽然他们没有啥造车经验 但是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大厂 平台的支持 技术水平肯定是有保障了 也就是说 和谐富腾是要钱有钱 要技术有技术 要人才有人才 要销售渠道还有销售渠道 相比于当时年年亏损的比亚迪 以及资金匮乏的造车新势力来说 和谐富腾更加被外界看好 就连和谐汽车的股价 也因此大涨了70% 市值一度达到了144.44亿港元 然而无数次经验告诉我们 成功不是几个牛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的 有时候就算是饭送到嘴边 有些人也会吐出来 和谐富腾就是典型的类子 他们在成立一年后 富士康和腾讯就先后退出了该公司 三大组合只剩下一个和谐 让和谐这两个字尴尬到了极点 富士康退出后更是对外宣布 此后不再投资汽车整车制造项目 为啥会这样呢 其实怪不了别人 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和谐富腾成立后 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要解决新能源汽车造车资质的问题 一般来说 造车资质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自己建厂 这种方法耗施耗力难度比较大 还有一种就简单一点 就是直接花钱收购 有造车资质的企业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和谐富腾选择的就是第二种 2015年 和谐富腾先后赤资近2.9亿元 收购浙江绿野汽车 绿野估计很多人都没听过 因为这家公司并不大 旗下的汽车业务是以低速电动车为主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没啥技术含量 因此很多人猜测和谐富腾收购绿野 目的就是为了快速获得 电动车的生产基地跟资质 然而让很多人惊掉下巴的事发生了 他们收购完才发现 绿野汽车拥有的资质是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方面的许可证 恰恰没有汽车的生产资质 没有生产资质 坦克造车 结果资质的问题还没解决 和谐富腾内部又因为造什么车 产生了矛盾 和谐汽车作为一家豪车租赁公司 他们旗下拥有成熟的客户 以及销售网络 因此他们主张以高端车型为主的路线 然后再扩大经营范围 这种模式跟特斯拉很像 特斯拉就是先立足高端电动车 然后向下开发车型 腾讯则是一家典型的互联网企业 他们的战略一直都是以量举胜 先占领市场规模 然后再丰富车型 所以他们坚持以低端的经济车型为主 先打开知名度再慢慢发展 这种模式可以参考比亚迪 比亚迪也是以低端起步 积累够了才逐步过渡到高端车型 于是团队内部就爆发了矛盾 经理人团队也是被难住了 如果他们是以高端车型为主 那么整个集团的资源 就基本被和谐汽车绑定了 腾讯的存在感就变低了 被迫成为一个单纯的投资者 作为一家互联网大厂 怎么可能去居别人身下呢 但是如果他们以低端车为主 和谐汽车的高端汽车渠道资源 就不复存在了 那不是暴天天物吗 和谐汽车肯定也不会同意 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 最终和谐富腾决定 干脆不做选择 两个路线同时进行 以和谐汽车为主的团队 成立了高端电动车品牌FMC 低端车型则是以腾讯为主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新的汽车品牌 爱车 但是这个时候富士康不乐意了 要知道 富士康在和谐富腾中 是负责整车的设计和制造的 本身就属于重资产投资 现在两条路线同时开稿 富士康就得付出双倍的精力跟成本 这要是成功了还好 但失败了 富士康不得损失惨重 于是富士康就尴尬了 估计也是经过风险评估 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应该集中资源攻克一个项目 和谐富腾内部矛盾从两者 扩大到了三者 最终实在无法协调 只能不患而散 老实说 和谐富腾两个汽车品牌的实力都不弱 在当时是有可能成功的 FMC由新公司注册地在香港 负责人是先前挖来的职业经理人 毕福康和戴雷 他们手下还有宝马i8系列汽车团队的几名成员 比如负责总体设计的雅克布 产品管理负责人文德斯 电机系统研发工程师阿本德罗特 阵容依旧强大 FMC也拿到了数亿企业的投资 爱车则又富强负责 后来在腾讯的主导下 又创立了上海爱之意为 他们在2016年落户江西 预计总投资133亿元 年产计划将达到30万辆 这两个品牌都有狗大户买单 如果专心搞 不一定没有成功的可能 但是富士康的本意就不是创业 创造一个品牌 而是打入整车制造这个行业 说白了就是有风口 我去财产 如果能飞起来最好 飞不起来就算了 所以他们自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最终选择了离开 他的离去又让原本的铁三角 少了最重要的制造环节 拖慢了研发速度 再加上造车资质的问题 让和谐富腾造车项目胎死腹中 富士康的造车梦第二次破碎 这次他们意识到造车的不意后 富士康对于造车的信心明显动摇了 汽车战略不再是自己造车 而是投资与汽车相关的各大企业 2016年 富士康投资了滴滴1.199亿美元 2017年 富士康又斥资10亿元人民币 入股年的时代 2018年 他们再次领投了小鹏汽车的B轮融资 富士康的多个投资项目都取得了成功 而且还通过入股 拿到了一部分汽车零件的份额 这也证明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确实非常好 按道理来说 富士康的这种兼职模式也不算有错 既有主业也有副业 如果能躺着不造车就把钱挣了 谁还愿意那么累呢 但是世间就没有永远能躺着挣钱的行业 在副业刚刚拿到回报时 富士康的主业却遭遇到了暴击 最近几年 中国国产手机集体爆发 抢占了苹果不少市场 让富士康的手机代工业务也受到了冲击 再加上手机市场份额饱和 让整个行业开始变得低迷 富士康的代工业务直线下降 2017年时 富士康的营收增长速度还能达到8% 但是到了2019年时 他们的营收增速就跌到了0.82% 相当于原地踏步 更关键的是 他们对苹果的依赖非常大 几乎就是靠着他们赏饭吃 但是苹果却不想过度依赖富士康 而是采取多家供应商策略 在这种策略下 他们更倾向于扶持老二 制衡老大 于是苹果就将一部分手机订单业务 给了力讯精密 用力讯给富士康施加压力 富士康也体验到了国链企业的痛苦 而且力讯精密 还有大量的自动化生产线 成本比富士康还要低 如果让力讯成长起来 那么富士康的代工主业 就要面临生死危机 所以对于富士康来说 公司必须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 而自己先前放弃的新能源汽车潜力 已经爆发 当初实力比自己还要弱的造车新势力 估值都已经上百亿了 痛定思痛 富士康再次重启造车战略 而此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已经接近饱和 造车新势力 比亚迪 特斯拉等等车系 都已经崛起 富士康想要重新入局 就得另拼蹊径 而这一次 他们终于有了急迫感 不仅全力压住 还开启了当初最不易做的事情 多现并跑的模式 以前有多讨厌 现在就有多狼狈 2020年1月份 富士康与菲亚特克莱斯勒达成协议 他们将共同出资 成立新的电动车公司 开发中国市场 同年 红海集团与玉龙集团 成立合资公司 红华先进 玉龙集团是 谋省著名的汽车制造商 他们旗下的纳智杰 大家应该很熟悉 说实话 开过纳智杰的车主 应该都知道 这个品牌的质量 只能用粗管来表示 因此 他们的汽车销量并不高 甚至还一度陷入到亏损的地步 当时 玉龙集团因为巨额亏损 准备断币求生 富士康瞄准机会 收编了玉龙集团 看重的正是他们的造车资质 和整体的设计能力 富士康也凭借玉龙集团 拿到了谋省整车制造的资质 2021年1月份时 富士康和吉里成立了合资公司 双方各持股50% 主要业务也是为了提供设计 和制造生产等服务 相当于间接获得了 中国大陆造车的资质 同年 富士康还高调宣布 要投资拜腾汽车 这就有点搞笑了 拜腾汽车是何许人也 成立拜腾汽车品牌 2020年时 他们获得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资质 但是因为时间线拉的实在太长了 导致量产车型迟迟无法推进 亏损了数十亿元人民币 因此有人猜测 富士康这一次是为了抄底拜腾 直接获得汽车的生产资质 但是 这两次尝试也是雷声大于颠响 当年9月份 富士康就已经搁置了与拜腾的合作 后来与吉利的合作也陷入僵局 并不算成功 2021年11月 富士康又将目光描向了美国 他们动用了2.3亿美元 收购了美国造车新势力 洛兹敦手中的一个组装工厂 并且在一年后 富士康又向其注资1.7亿美元 成为这家造车新势力的最大股东 这也让富士康的造车版图 扩大到了美国 两年时间里 富士康搞了5家合资造车公司 很多人非常不理解 富士康为何如此疯狂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上面说的 落后先行者太多就是一个方面 你得疯狂补课 才有可能追上线心证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野心做准备 那就是做汽车界的安卓 2020年10月份 富士康推出了旗下一个汽车开放平台 MIH 并且宣称自己要做汽车界的安卓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 就是仿照手机界安卓的模式来运转 手机有两个制造模式 一个是封闭式的苹果 他们有自己的软件系统 和部分独有的供应链企业 别的企业很难插手进来 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安卓模式 他们软件和硬件都是同一标准 企业可以在共用的软硬件进行定制升级 就像现在的小米 OPPO等国产手机一样 供应链配件几乎都一样 相比起苹果的封闭模式 安卓开放模式可以让所有的手机品牌 都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手机性能升级 而在汽车上 大部分还是传统的闭环模式 比如特斯拉就是典型的苹果模式 他们有自己的供应链 富士康MIH平台 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封闭模式 建立一个可以共享的供应链 在这条供应链上 有大量的汽车零配件可供选择 而富士康自己 则作为整车设计和制造企业 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 这样汽车品牌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作 就能造出一辆汽车 说白了 这个MIH平台就是为富士康代工服务的 为了让这个MIH平台的优势不断放大 富士康组建了MIH联盟 并且邀请全球汽车供应链企业 共同参与 其中包括微软 明德时代 高通 联发科 德州仪器 工业复联 国光电器等半导体 电池 材料领域的企业 据统计 MIH联盟的成员已经多达2400家企业 规模相当庞大 从数据来看 富士康的MIH联盟是不是很强大的 但是 光看数据并没有什么用 这个联盟的规模看着庞大 但是大部分都是汽车供应链厂家 属于富士康的上下游厂家 说白了 就是卖东西给富士康MIH平台的 目的就是来挣他们钱的 而真正能让富士康挣钱的 大型汽车品牌厂家 几乎就没有 所以富士康也很着急 为了展示自己的MIH平台有多牛 他们还特意利用它造出了几台汽车 2021年10月份 富士康的母公司 鸿海集团发布了三款Model系列的纯电车型 分别是 纯电动轿车Model C 纯电动SUV Model E 和电动巴士Model T 2022年 富士康又推出了两款车型 跨界SUV的Model B 和皮卡电动车Model V 富士康的Model系列车型 可以说将目前市面上的几款主流电动车型 几乎一网打尽 本来他们还希望借此机会 多接一些汽车订单 但是让富士康没想到的是 这几款车型 不但没让富士康快速获取业务 反而口碑直接下降 被网友质疑是 碰瓷 抄袭 以及技术落后 首先 Model系列碰瓷特斯拉 整车的设计造型 与其他品牌也是高度相似 部分技术还是其他厂家淘汰的路线 于是在富士康新车型发布后 他们依然没能获得大型车企的信任 只能拿到一些小车企的订单 这些车企几乎没啥实力和销量 纯粹就是看中富士康的资源而已 其实 就算是富士康的MH平台 以及造车技术都很牛 找他们代工的车企也不会很多 汽车平台对于车企来说 都是属于核心技术 很多车企宁愿选择自言 也不会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 像比亚迪的E3.0平台 E四方平台 吉利的SEA浩瀚平台 长安的EPAE平台等等 都是如此 即便像造车新设例 也都有自己的平台 比如理想的X平台 蔚来的NT2.0平台 其中 比亚迪的E3.0和吉利的SEA浩瀚平台 也已经宣布将会对亚开放 而作为对比 富士康的MH平台 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所以 富士康的汽车界安卓的梦想 短时间内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熊猫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